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自由路商圈的主委王允玲 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辅导我们自由路商圈 特别于8月3日星期六举办太阳饼达人趣味竞赛 邀请民众参与太阳饼制作竞赛活动 更送出近万元奖金 携手商圈知名的店家参与市集的展授 台中市自由路商圈是台中太阳饼的发源地 一条街隐藏着各式知名的饼店 除佳节来临,吸引民众购买外 各地游客也常慕名前来造访 此次太阳饼达人的趣味竞赛 除让民众动手体验做太阳饼的乐趣 更邀请专业的评审来评分 共祭出近一万元的奖金 第一名直接就获得5000元的奖金 参与趣味竞赛的民众纷纷大赞 第一次做太阳饼非常好玩 很有趣,很像回到小时候做黏土的感觉 知道自己亲手做的太阳饼 蛮感动的吃起来也特别的好吃 台中市中区是台中发展的起点 承载着台湾开发的历史和回忆 台中市自由路商圈给人的印象 大多是好吃的太阳饼 以及各式各样好吃的糕饼 借由这次的活动 融入在地的人文与历史后 相信将可大幅扩展自由路商圈的 文化的深度与观光的广度 期待您来自由路商圈 好好玩一趟品尝糕饼之旅